约书亚纪第21章 那时,必为人宗族的首领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人各支派宗族的首领面前。 在迦南地的士罗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成义居住,并成义的郊野可以募放我们的牲畜。 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以下所记的诚意和诚意的郊野给了立位人,为各侠人的家族年初纠来。 立位人中祭司亚伦的子孙从犹大之派、西缅之派、变雅敏之派的地业中按纠得了十三所成。 各侠其余的子孙从以法连之派的家族、淡之派、玛拿西半之派的地业中按纠得了十所成。 格顺的子孙从以撒迦之派的家族、亚舍之派、拿福他利之派、在巴山的玛拿西半之派的地业中按纠得了十三所成。 米拉利的子孙按着家族从刘汴之派、迦德之派、西布伦之派的地业中得了十二所成。 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将这些诚意和诚意的郊野按揪给了立位人。 从犹大子孙之派和西缅子孙之派地业中所给的,有以下提名的城。 这些城归给亚伦的子孙必为人中割侠人的一个家族,因为第一就是他们的。 以色列人将犹大山地的基列亚巴是亚纳人的始祖和四维的交也给了他们,基列亚巴就是西伯伦。 维将蜀城的田地和村庄给了耶夫尼的儿子迦勒为业。 以色列人将西伯伦,就是误杀人者的庇护城和蜀城的交也,给了祭司亚伦的子孙,又给他们利拿和蜀城的交也。 亚提尔和蜀城的交也,以石提墨和蜀城的交也。 河伦和蜀城的交也,底壁和蜀城的交也。 亚因和蜀城的交也,于他和蜀城的交也,不是麦和蜀城的交也,共九座城,都是从这二支派中分出来的。 又从遍雅敏之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鸡变和蜀城的交也,加巴和蜀城的交也。 亚拿突和蜀城的交也,雅厄门和蜀城的交也,共四座城。 亚伦子孙做祭司的共有十三座城,还有蜀城的交也。 另外人中歌侠子孙的家族,就是歌侠其余的子孙,研究所得的城有从以法连之派中分出来的。 以色列人将以法连山地的事件,就是误杀人者的庇护城和蜀城的交也,给了他们,又给他们鸡叟和蜀城的交也。 鸡伯仙和蜀城的交也,伯赫伦和蜀城的交也,共四座城。 又从但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伊利提鸡和蜀城的交也,基比顿和蜀城的交也。 亚亚伦和蜀城的交也,伯赫林门和蜀城的交也,共四座城。 又从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他那和蜀城的交也,伯赫林门和蜀城的交也,共两座城。 歌侠其余子孙的家族共有十座城,还有蜀城的交也。 以色列人,又从马拿西半支派的地业中将巴山的戈兰,就是误杀仁者的庇护城,和蜀城的交也,给了立位人的一个家族,格顺的子孙,又给他们,比施提拉和蜀城的交也,共两座城。 又从以色迦之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基善和蜀城的交也,大比拉和蜀城的交也, 耶末和蜀城的交也,引甘宁和蜀城的交也,共四座城。 又从亚舍之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米沙勒和蜀城的交也,亚顿和蜀城的交也, 黑甲和蜀城的交也,利河和蜀城的交也,共四座城。 又从拿弗塔利之派的地业中,将加利利的基迪斯,就是误杀仁者的庇护城,和蜀城的交也,给了他们, 又给他们哈末、多尔和蜀城的交也,加尔坦和蜀城的交也,共三座城。 格顺人按着家族,共有十三座城,还有蜀城的交也。 其余的利未人,就是米拉利子孙的家族,从西布伦之派的地业中所得的,就是约念和蜀城的交也,加尔他和蜀城的交也。 丁拿和蜀城的交也,拿哈拉和蜀城的交也,共四座城。 又从流遍之派的地业中,给了他们笔西和蜀城的交也,雅杂和蜀城的交也。 基底墨和蜀城的交也,米法鸭和蜀城的交也,共四座城。 又从迦德之派的地业中,将基列的拉墨,就是误杀仁者的庇护城和蜀城的交也,给了他们,又给他们马哈念和蜀城的交也。 西石本和蜀城的交也,雅杀和蜀城的交也,共四座城。 以上是立位人其余的家族,就是米拉利的子孙,按着家族所得的城。 他们年纠所得的,共有十二座城。 立位人在以色列人的地业中所得的,共有四十八座城,还有蜀城的交也。 这些城四围各有蜀城的交也,城城都是如此。 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启示要赐给他们列祖的权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维业,住在其中。 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所启示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尽安宁。 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 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 耶和华对以色列家所说,要赐给他们好处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